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問了博士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聽收音機的? 很久之前 但是這麼說 現在你真的聽收音機的節目都不用用收音機 你可以上網聽到 我不知道有多少聽眾有這樣的經驗 大家在這裡讚某個電視台的足球評述員好 準備得足 說的是李德能先生 我小時候簡直是在電台 會聽他講本地波 當然更加不要講何老鑑、何老靜這些 以前是你聽收音機在這裡聽這些節目 另外馬迷也會聽馬這些 收音機對於一些真的比較 真是說不好聽 都有這麼一年多的人來講 是一個集體回憶來的 我們當然不是講三機 我們講三機 三機的原理是怎麼來的? 這也是可能大家的集體回憶 還在講那些以前八十年代大家會走去鴨寮街買一包 已經人家幫你收拾好了 讓你可以自己回去砌的原子粒收音機這些東西 但是基本上你去到九十年代你已經不是很見到一些人玩這些東西 就是以前香港 你真的想像不到在八十年代或以前那種電子業 那些人那種在業餘好 職業好 去玩這些電子東西 是都挺拿手的 我會說 那你有沒有試過自己弄衣服的? 我就叫做 就是這樣講 我不是說真的完全由零開始 就是有一些東西已經人家砌好一部份 然後你自己再加上那幾部 然後你自己可以調整到 可以收到音的 那些結構基本上自己在書裡讀過了 可以認得 是不是? 就是那些所謂原子粒收音機 寶石收音機這些東西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 將你那些這樣的一個電路裡面的一些特徵 譬如它的電容量 譬如說它那些左礦的東西 你調得對 它就會跟外面的電磁波有一個共振 就是說你會將電路調節到有一個性質 它特別能夠吸收到某一個頻譜的電磁波信號 於是那些電磁波的信號就成為你那個電路裡面的信號 你再將電路裡面的信號放大了 那你就聽到那個電磁波原本裡面 就是我們最原始的收音機原理就是說我們是有一個裝置 幫我們將電磁波的能量和資訊轉化成為一個電路裡面的能量和資訊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由發明這個無線電通訊到我們聽收音機 你發覺我們一直就是依賴著一個電子元件 就去做這個收音的效果了 好 這個解釋很清楚 其實這個是應該是中學的課程來的 就是要記得你要有一個電容 有一個線圈來去調節它的類似那個inductance 就是我突然間的中文我醒不起來 是不是 然後你有一個位置可以調節它 甚至乎你是高中的同學你會懂得去計算一下 在這些電子元件的參數之下 你現在收緊的是哪一個頻率呢? 就是你收緊哪一個台呢? 它的頻率是多少呢? 那個共振頻率是多少呢? 那你完全可以由電阻值那些東西來去計算出來 就是那個電容值去計算出來的 這個也都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收音機 原來是要調整的東西 其實就是在調整那個電容量多大多小 是啊 這個舊的收音機大家可能都沒有印象的了 找到收音機都可以賣的 但是以前的收音機我拆開過來看過的 所以剛才你說的我都明白 那在現在的科技裏面 這個收音機的裝置有沒有新的發展? 這個很有趣的 其實有人是不停想一些新的方法的 因為大家不妨想一下 所謂你能夠將收音機 大氣電波裡面的收音機的訊號去拿下來 其實就是一個你將那個電磁波的能量 轉化成為你自己另外一些形式的訊號 那我們一般的收音機 是電磁波能量轉化成為在電路裡面的能量和訊號 就是一個電流大小 頻率變化等等的這些訊號 我們如果不用電子元件 有沒有其他方法將這些這樣的訊號拿下來 然後將它顯示出來或者將它變成聲音 所以你說收音機這件事 我有沒有多過一個方法去收音呢? 這裡有一點點誤導 就是我們收音機經常以為是收一些聲音 但其實我們中間用的是電磁波的訊號 是不是? 又或者這麼說 如果我們不是說無線電的收音機 我們說一般我們以前家裡打的撥過籃的電話 那些是有線的東西 裡面你會發覺又是一個電的訊號傳來傳去 那些也是一種比較用傳統電力的方法 電腦的方法來幫我傳遞一個聲音的訊號 在我的聽筒裡面發生的事情就是說 我的聲音訊號變成為電的訊號 電的訊號又在另外一邊的耳桶裡 變成一個聲音的訊號 所以你聽到我的發聲 中間有一些能量和訊號的轉換在這裡 那現在有人就想 我可不可以完全不用這些傳統電腦的方法 比如說電容啊 裡面的電磁鐵啊 黃片這些東西啊 線圈這些東西完全可以丟開去 有沒有其他的一些物理機制去專門幫我收這些訊號呢 原來有人做這件事的 雖然在主流的那個學術界 不可以說學術界 就是主流的純科學 你說物理學裡面的人就不是太做這件事的 但是比如一些叫應用物理學 以及這些叫做 尤其是那些工程學裡面呢 就反而比較多人去想一下 有沒有一些由物理學給我們新的機制 來幫我們都可以閱讀到這個收音機的訊號 而且不僅僅 還是可以讓我們傳統的收音機做得更加好更加厲害的呢 如果想到的話呢 我覺得很有趣了 就是會不會有其他的用途呢 這個星期其實就想介紹這件事的 具體的突破和改變在哪裡呢 好了 這裡就真的講到裡面的原理就深一點了 那你就要想一下這個世界上 除了我們弄那些這樣的有電容器 有線圈這些這樣的電路 是懂得和電磁波有共鳴 是可以將它的能量轉換下來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還有沒有另外一種的機制是有一些東西 是都會對這種收音機的電磁波的訊號有反應的呢 那有人很聰明就找到 在我們元素周期表裡面有一些元素 那譬如說一種叫rebellium 英文的元素就是rb這種元素 那它其實都是一種金屬元素來的 其實可能也不止這個元素做到這個效果 但是當我們研究這種元素的時候 發覺它這個元素外面的電子 在那些能量有時升有時降的時候 其中有一些的能階呢 是適合幫我們呢 是將它拿來對外來的電磁波的訊號是有反應的 其實在這裏就想了 那些電磁波訊號會不會激發到 某一些的化學元素 它裡面的電子的能量狀態呢 如果是有的時候呢 它其實也是一種共鳴的反應來的 是的 那現在其實有人就很有趣了 就是只需要用到一個透明的盒 裡面裝著一堆氣體狀態密度很低的rebellium 這種元素 裡面可能那個空間那個透明盒裡面 是裝著幾百萬顆這樣的原子而已 就是一個盒 那個盒就是一隻手握得那麼大的了 然後呢 你在外面再射兩束不同顏色的激光下去 然後呢 透過這個激光呢 就可以幫我量度回呢 這堆rebellium原子 它是處於一個什麼狀態 它是有幾激發 有幾不激發 就可以把這個訊號讀回來 就由這個原子 和我去感應這個收音機電磁波的訊號 然後我用激光來讀出來 然後我就可以把這個訊號拿出來 就可以轉變成我耳朵聲音的訊號了 於是就是做到另外一種方法做收音機的效果 這樣的意思了 這個很有趣的 它有個名字的就是什麼叫Rybeck Atom Radio 總之就是它是一種完全不需要用傳統電容器啊 電阻的那些方法 你要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激光 兩種不同顏色的激光 和這些rebellium的原子 和一些反射的鏡 和一個拿來去幫我把這個激光反射回來的訊號 去解讀的一個電子系統 那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是一個另外一種的收音機的效果 那大家不知道 如果聽到這裡的時候 會不會嘗試比較一下 就是說 好處和不好處在哪裡呢 那原來 我們用激光去量度東西 是準很多的 因為用傳統電路的那些 大家都可能自己弄過這些 原子粒收音機這些東西 你會發覺是 很多時候收的質素不是那麼好的 隨著你的電路裡面自己的東西看得好不好 你本身的材料質量好不好 其實你那個電路自己本身的結構 也都會構成到其他的雜訊在這裡 所以我們說 傳統那些這樣的收音機 就是說真的 你在鴨寮街自己砌 你弄到一個 但是有時候你還是要給錢買個漂亮的 買個Sony的回來去聽 是不是 差是差在哪裡呢 就是裡面用料的質量和去過濾雜訊的能力高不高 我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用過 以前曾幾何時有一隻 都幾多香港人用的牌子叫IWA 你有沒有用過 AIWA 是的 你不是每個人有錢買Sony最漂亮的 日本那種收音機的 那你買一部IWA來聽 你會發覺都不錯的 因為都很好的聲音 收得不錯的 但是你自己弄的那些就是最粗造的了 你裡面能夠用料用得最漂亮的 就是那個材料本身也都決定到 你收好那個信號的雜訊 那個比例是高還是不高 但是現在這個就是說 因為我用到的是激光 以及是用這些原子 本身上面一些很精準的 那些原子的能階的差異 所以收出來的信號是可以很漂亮的 而且就算那個信號很弱 我都可以完全避開雜訊來拿到很漂亮的信號 那在這裡來講 其實大家可能理解到 這種新的收音機技術 可以說是一種很革命性的變化 而且它的靈敏度這麼高的時候 就會在很多民用以外的其他用途那裡大派用場 你可不可以再次解釋為什麼是這隻原素魚呢? 那這裡你要解釋一點點 它這個原子上面那些電子 那個外圍電子它到底可以站在多少樓 就是這些東西就完全由量子力學來去決定的 那它因為能夠提供了 它譬如某其中兩個樓層的距離 是剛好能夠跟這個收音機的電磁波信號去吻合到 於是就有一個共鳴在這裡 當然實際的操作就會再複雜一些 但是這裡我都嘗試去解釋多一些 那我剛才講到是需要用到兩束的激光的 那它就是說你是需要用到兩種不同顏色的激光 來將它的電子踢到一個高一點的能階那裡 然後如果其中一個的激光 它是突然之間是 譬如說它跟那個元素裡面的能量 那個能階的差異合不合的時候 那它就不會被原子吸收了 就是它是這樣的 你有信號和沒有信號 它的靈敏度在這裡很高 你可以想一下 以前我們三機收得好不好 你就要調整得很對 你都是要用手調整的 很多時候還要是 你過了一點點就收得不好 因為這個電路的共鳴頻率 跟你的音量的頻率有分別 然後甚至乎很有趣的 你去不同區域聽音量 你發覺你要再調整的 因為的確那些大器電波那些電台 在不同區域 用那個頻率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差一點點而已 那你就要用人手去調整的 但是原子這件事情 就是一樣 它天生就是說 你如果調整得不對 差一點點 它就會不對就不對了 明明你如果調整得對的時候 它就能量傳輸得很有效 但是一不對的時候 你突然間收不到 整個激光就當它原子透明了 就直接會是 所以它要求 它的靈敏度是會特別高的 就是這裡我嘗試解釋 就是說它這件事情 就是怎樣跟它那個原子結構有關 和為什麼會連繫到靈敏度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對於那個共鳴頻率的準確度這麼高的這種要求 是由那個原子本身的物理已經決定了是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 為什麼這件事情是有能力 是收得這麼清楚 是 解釋得很清楚 最後一件事情 如果有這個裝置的話 是不是不用用電 都不是 你要開著激光你都要用電的 你是需要有一套另外的電子東西 來去分析那個激光回來的訊號 那個激光的訊號很有趣的 你譬如純粹看看它上面那些風值 那些變化 你就可以很準確拿回它 給你那個收音機訊號是什麼 這個詳細的時間關係我就不講下去了 但是那個好處是什麼呢 你那個接收的那件事情 你可以做一種比較遙距的接收 什麼意思呢 你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就算是那個收音機 通常就是你坐在收音機旁邊那裡 去直接接收這個訊號 或者你不想坐在收音機旁邊 你都可以去擺軟一點的 你可以將那個接收裝置擺軟一點 然後你自己 就是可能你的天線在那個天棒那裡 那你就要駁一條電線 在樓下那裡做一個有線的接收 但是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 它是可以做一個相對可以是無線的遙距的接收的 你那堆這樣的Rubidium的元素 可以放在一個地方 然後你自己個人是坐在幾十米以外 就找一條激光射過去 就可以讀到那個訊號 就是那個接收裝置自己本身 是不需要有任何的電路在那裡 唯一的電路就是可以完全離開了這個接收裝置 就坐在另外一個地方 你純粹就離遠用激光去檢查一下這個原子 它的東西是可以說到什麼訊號給你聽 這件事情你可以想到可以很... 就是軍事上可以很有用 你可以就是說 純粹放一堆這樣的元素在某一個位置 可能不只是一個位置 你可以放在任何一個位置 就是將那裡整個立體空間裡面 那些電磁波的頻譜分佈 一次過就全部閱讀下來 你去每個閱讀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只需要向那個位置射一束激光 你就能夠讀到那個訊號回來 所以這裏我不知道 對於未來那種你要去探測一下 譬如說某一個地方 裡面的人有沒有用了很多的無線電通訊在那裡 哪裏多些哪裏少些呢 你就有一個更加精確的依據 來監控某一些地方 它的電磁波通訊的活動有多少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鑑定器 最後我們可不可以稱為這個量子三機 我會這樣說的 的確我們是利用到量子效應 加上激光來去收音 你可以說收音機科技量子化 你不可以隨便加量子兩個字 雖然你加量子兩個字就可以更厲害 明明一支筆你肯定叫做原子筆聽起來更厲害 那現在這個三機 我會同意台長你所說的 這是量子三機來的 這個會是 那這些字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是會員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